乔帅终于低头,中国男篮突然调整战术指导思想,疑似示好王哲林,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,中国男篮欲强则弱,欲弱则强,赵继伟打不了高强度的比赛,也只能完美打香港队了,这届亚运会强队的队伍,基本上派出的都不是最强阵容,如果要是拿不到冠军的话,就有点说不过去了,赵继伟能力有,这个教练让他打得太拘谨,强度不一样, 打欧美照样没信,不过放开打,会比世界杯打得好一点,现在的中国男篮,只要面临弱队,基本上都能找到感觉,淘汰赛对韩国,如果输给了韩国四强都进不了,韩国这届队员实力不强,但不能小看他们的心强,因为韩国亚运会拿冠军是可以免兵役的,我还是觉得,这外交不适合中国队,感觉以前杜丰里南带的才是,当然也过去好多年了, 不喜欢看乔老爷的球队,没有快攻,没有防反,不喜欢于家豪的软和慢,不喜欢看富豪打球,富豪又慢又软,看他打球难受,带富豪,还不如带一个防守型篮领过来,这届男篮内线是一个隐患,内线太弱了,一句话,打球一定要有血性,看看后面的比赛吧, 这小组赛看不出真正的实力,赵继伟约只能在CBA球队,以及国内港台兄弟队表现以下,遇到国外球队,甚至日韩稀松平常,要是对欧洲球队才有可比性,对一个地区队根本没有可比,一个国家队和一个省队的比赛,用来衡量队员的表现,有点像大学生队与小学生队的比赛,怎么去比较呀? 亚洲杯篮球赛,中国队有的说队员提升水平,我认为不是师生水平,而是看对手是什么对手,我世界杯却打球,仍然还是那个水平,但是队的队员队员应该考察罚篮,罚篮不达到90%,国家队就不能录用一人防守,篮都不进,还打什么球,就算胜对手90分又怎样,可也没过100啊,说明对方防守还是不错的,亦或是自己根本就没打好,赵继伟可以, 看得出来赵继伟被骂之后,刻意去练了自己的进攻和三分,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,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,我会继续加油的 给大家 Kenny年轻松了